一百年彰化县原住民族文化节纪传统体能竞技系列活动 十四日在彰化县原民馆召开记者会 将于十六日上午九点起 在彰化县体育场户外原型广场正式热烈展开 我们彰化十月十分精彩 我们规模最大的原住民文化节即将在我们彰化县体育场的原型广场来登场 那我们有很精彩的风年季的表演 我们今年是由阿美族来举办 那阿美族会把他们的传统文化风年季的精神 还有原住民壮健的体魄能够来举办他们的体能竞技 那另外在现场还有我们原住民的美食 大家可以来尝尝鲜 还有我们原住民的农特产品展 还有原住民他们有很精彩的手工艺 都会在现场来展出 我们欢迎全国的乡亲好朋友 还有全国的原住民的朋友 来度过一个最精彩 最充实也最热闹多元的 我们原住民文化节 就在十月十六号 在我们彰化县立体育场的原型广场 欢迎大家一起来 彰化县原住民约有五千余人 每年由不同族别轮流担任主祭 借由传统记忆凝聚不同族群间的向心力 传递各族群间的活动讯息 增进族群间的情感 进而达到原住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 及维护和文化交流的目的 这个风收节在原乡呢 也都是在秋天的时候 因为要够冬了 然后快点来庆风收 来好过一个冬天 是这样的一个 有点这样的一个意义 这是我们彰化原住民 举办两千零一年的文化活动 以及传统的起义 所以这个活动呢 是延续了几百年来 虽然我们在彰化原住民离原乡 但是原住民各族的这个文化 我们在都市也没有按基调 联合文化节庆活动 由阿美族担任今年主祭 将邀请彰化县级的头目 长老及原住民各族族人等 把岁石祭宜部落生活文化 传承给都会新生代的原住民 以原住民传统舞蹈表演 记忆竞赛等系列活动 展现出世代交替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 公益频道林俊明 彰化采访报道